嗨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朋友们 洛杉矶的地产经济和日更Vlog博主李斐 今天是礼拜一全新的一周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抱歉 上周周历会跟大家承诺过的 礼拜一会给大家带来的不上市房源 今天我们有关上一拍摄了 因为我的腰伤或者是我的腿伤还没有好 所以今天我会去继续看医生 但今天的Vlog话题我不想再讨论这个了 这个有点太无病声音了 我想回顾一下这么长时间以来 新进来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老朋友的一些留言评论 跟大家做一个评论区的互动 把老大老二送到学校来耳王光补中心的Target给老三取尿布 你们知道吗我放了去提特斯拉的视频之后 有一个美国本地的公司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他们是做特斯拉改装的 我觉得他们改装的产品里面有两个特别好 第一个就是把前面的就是前辈箱 特斯拉前辈箱是空的嘛 就发动机舱 改装成电动的 也就是说现在是手动嘛 你要自己打开自己关上那种 你可以改成电动的 第二个就是可以在前面和后面分别装一个 Dillon的车有的那种一伸脚感应打开的那个感应器 我看着真的特别心动 但是我也有考虑特斯拉是否允许你这样改装 如果改装了之后没有原厂的质保了也会比较麻烦 所以像这种情形我推着车子过来 我还要伸手去打开的话 或者是拿手机出来打开的话 就不如这个脚下感应的方便了 不好意思 我们家主播室白天也会把窗帘拉上 因为太太在坐月子 宝宝在吃奶 所以光线有点暗 不妨碍我们聊天 我们先选第一个平台选择B站 B站的十条精选留言 跟大家聊一下 那第一条呢也同时作为我们今天的最佳留言评论 送出来叫做空坐昂脏依丈夫 这位观众的留言说 Dylan打得很好 下次别打了 第二条评论 一个叫 OK这个名字我就不念了 他问体育专业的怎么不对口反而做中介了 我给他的留言是 我读完体育大学去做刑警也完全不对口 那从这个留言我想跟大家聊几句就是 我觉得在当下的这个社会 快速发展的这个社会 重要的不是你所学的专业的知识的深度 或者是说你的高度 你的成就 重要的是你学习这门专业的能力 以及你学习所有的事情的能力 就我之前拍视频已经讲过了 我觉得现代社会更考验的是大家的学习能力 而不是你已经掌握的这个专业技能 专业知识的这个深度 或者是你的程度 那因为社会更迭的太快了 不断的有新鲜的事物在发生 新鲜的商业模式 新鲜的各种的事情 所以你要具备一个理解新鲜事物 学习掌握新的技能的这种能力 比你已经掌握的这个专业知识有多么牢固 更加重要 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很拗口 总的来说就是 我就认为说 你过去什么大学毕业 学什么学位这些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你有多么强的学习能力 我不是说我的学习能力很强 但我觉得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专业的人 我最早其实连拍照片都不会的 最早大概几年前 现在我路克斯出生的时候吧 八岁嘛 七八年前我都不会拍照片的 我不懂得用单板相机 我就手机随便拍 拍的都不好看 光线啊各种构图对焦 什么都不懂 那到陆陆续续 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大概就六年前了 我开始拍视频 拍Vlog 初中就是想要记录他们的生活 然后分享给国内的家人 到现在我认为我拍的还是不错的 不管是画面的审美 还是节奏 还是音乐的选择 还是整个叙事的这种方式 我认为这就是学习的能力吧 或者是你专业的这种刻骨精神 对 这是第二条评论 第三条 这个应该是上海的朋友 叫叶飞 他问我是用什么相机拍摄的 我有回复他 我是用索尼的两款相机 FX3和A7S3 我之前的视频也提到过 我们去滑雪的时候 我在盐湖城 我在酒店里面 我说这两台相机很好 但是我用的最多的 或者是说我认为最好的相机还是iPhone 那个视频如果叶飞 你没有看过的话 去补习一下 好吗 我们出去玩的视频 其实都挺好看的 你们都可以看一下 反而是这种在耳湾的每天生活日常 也不是说不好看 而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看出去玩的 我相信大家都一样 就记录这些在外的生活 他有说他买了三台特斯拉 然后说如果有人在留言里面喷特斯拉 他就帮我骂回去 叶飞 我想跟你讲 就我们不要跟他们去 其实怎么说 对 没有必要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就是如果你遇到意见不合的人 就是说就 就掠过就行了 就忽略他们就可以了 就什么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你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 对不对 叶飞 叶飞 是叶飞吗 我希望我念你的名字念对了 我是李飞 你是叶飞 第四个是Coco0513 说你们这样的销售额这么抢眼 让老白们亲和遗憾 说的是我那集颁奖的时候 我跟我的团队有没有1.51的销售额 OK 我给他的回复是 其实最最顶级的A君还是老白 像我们的话 我认为算是全美前0.1%吧 那最最顶级的全美前0.01% 甚至是0.001% 就是全美国最顶级的那几个人 几乎全是白人 青色全是白人 我们不想承认 但是这个社会这个现实就是 通常来说什么族裔的客人 还是找什么族裔的经纪人服务 就是老中找老中 老鹰找老鹰 老韩找老韩 老白找老白 老黑找老黑 就是这话题有点敏感 在美国 我希望不要惹什么麻烦 但是这是一个 大家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我很少见到老白 去雇佣一个老中的经纪人 很少很少很少 那在美国社会也好 或者在全世界来说也好 真正有钱的家族 还是白人 就是老钱家族 所以你看那些买什么上亿的豪宅的 大几千万的 五六千万的 七八千万的 还是他们 所以他们这些白人经纪人 他们做一单 去年的最高消失纪录应该是 今年最高消失纪录应该是一亿两千九百四十万 还多少钱 一亿多美金 一单就基本上算我们一年的了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 他们最顶级的这些白人 他们一年可能是一个billet 十亿美金 所以我们是一点五亿 还是差距蛮大的 十分之一 但是说实话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的团队 这么几个人 我们团队真正是 比较productive的agent 大概就我 Serena Mary Julie 我们几个人 可能四五个人 五六个人 做一五千万 是很厉害的 就是不谦虚的讲 就是我们身边 比我们平均销售额多的 应该是没有的 对 所以我们也蛮骄傲 蛮自豪的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华人客人们的 鼎立支持 就像我讲的一样 基本上是华人找华人 所以我们95%以上的客人 还是华人 对 有些人可能会说 哎呀你什么 我看过一些 这个不好的言论 说你们出去了 到美国还挣中国人的钱 这种话 我觉得 我一般不想回应他们 但是老中找老中 这是事实 那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合作吧 无论你想买想卖 你有这个需求吗 让我们提供这个专业的服务 我们赚取 我们应该赚到佣金 这就是建立在一个互惠合作的基础上 没有所谓的谁平白无辜 赚谁钱的这种事情发生 客人们也不傻 对吧 不会 你没有这个本事 就让你赚这个钱的 我们前两天帮森林湖的客人 卖了一个整个森林湖 最高售价的房子 300万美金 我们要298万 还超出2万美金售出 是整个森林湖历史上 卖的最贵的房子 那我们帮客人赚到了 他应该赚的部分 我们拿走我们的佣金 我觉得是很公平的 对吧 所以 这讲有点远啊 总的来说就是 最顶级的还是老白 所以让老白们情何以看 这句话 不能这么说 第五个 来自 Miss Banana 每日追剧 很感谢你 但是我想提醒你的是 如果你每日追剧的话 你就选择了被我影响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你选择看谁的Vlog也好 看谁的视频也好 你要明白你在选择被他影响 你在选择受他的观点 他的思维模式的这种灌输 你们看我的视频 看的时间长了 你们会 很多东西会被我影响 我想要提醒你们 就是你们要理解 时间长了之后很多东西 你是会 李飞 知道吗 就是这种 不能说洗脑这么难听吧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独立的 思维模式 但你是会受影响的 为什么人家说 夫妻两个人之间会互相影响 就比如说什么 太太在枕头边上讲的话 都会对 老公产生很大的影响 它就是这个概念 就你每天说 每天说这些东西 所以Miss Banana 如果你选择每日追剧的话 你就在选择被我影响 当然我们也会成为 熟悉的陌生 成为好朋友 你见到我的时候 真正现实生活中 见到我的时候 你就会已经很熟悉了 我的家人 我的生活 我的思维模式 我的为人许事的方式 我对很多事物的见解理解 你都可能已经 默默的变得跟我一样去接受了 我们家宝贝 下面一条 ZXBZBB 这里发的比视频号慢太多 视频号播放很卡 国内的平台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可能就是B站了 过去我认为是西瓜和头条的那个系统 因为B站和西瓜都有自动生成 根据我的语音 自动生成中文字幕的这个功能 这个是非常好的 因为很多人要字幕 我又没时间做字幕 它这两个平台有 那个视频号暂时没有 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 过去我认为B站的这些很年轻的用户们 现在都逐渐成熟起来了 而且回复各种评论也不是很方便 就我想要在视频号里面跟大家互动 不方便的 包括B站也不方便 它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评论全部这样排解出来 它是要你进到每一个视频里面去 这方面我觉得还是YouTube做的最好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 还是上YouTube来 我YouTube我基本上每一条我都会回复 给你点个赞或者是回复你 但是B站和头条以及视频号我就做不到 下面一个乌兰巴托的巫师 他说的这段话我还挺感动的 就是他回去看我2018年的Vlog 有电影闪回式的叙事效果 最初被我的专业就是拍的房子所吸引 最后发现真的喜欢看的是我真实的生活记录 还有一种看着两个孩子长大的感觉 感觉真的很好 其实我是我很认同他说的话 非常认同 我是慢慢的发现了 如果我们把拍视频这件事情的目的拉长 在一个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周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想要做的是真实的记录 就英文叫做Documenting 其实你不用做很多花样的拍摄 精心的编辑 特别预设了一些镜头的拍摄 你就是记录你的生活 因为你现在觉得你记录的你平凡的生活 在将来的时间点往回看都是很珍贵的 比如说我前两天拍摄的Lukas 选入了全明星 Fiona什么拔牙了这些事情 你现在看就是很正常的成长生活中的点滴 但是如果放到一个五年十年的时光周 比如说Lukas十五岁 十八岁的时候回头看 他当年选入全明星 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然后我也很有幸跟你们这么多人一起 邀请你们跟我一起进入我的生活 观看我的生活 分享我的生活的点滴 邀请你们一起看孩子们长大 这两天我腰伤腿伤 就受到了好多好多观众朋友的关心 给我发微信 发短信 发邮件 甚至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各种 大家知道的十面的好的医生的资源 大家的判断和想法 我真的是觉得很温暖 就是有人问我说 在美国生活你没有这些同学 同事 亲人 这些社会关系 你不觉得孤单吗 或怎么样 第一我有家庭 我跟我老婆带着孩子我们起来 就觉得互相依偎着这种 没有那么孤苦淋漓的感觉 第二 当我发现了做自媒体之后 我觉得我结识了这么多 生悉的陌生人 大家都很关心我 就从很早之前 我那时候没拍视频的时候 我发一些照片的时候 记录生活 什么带孩子去玩了 发几张照片 九宫阁 对吧 大家都很 都很关心我的 我就觉得挺温暖的 就现在这个社会 好像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就不是说你 你到了海外 你就真的是 两眼一抹黑 什么都 没有 不管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都很匮乏的那种 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 我觉得我现在 精神上非常富足 我有个有很幸福的家庭 争争日上的事业 有这么多人关心我 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 就现在跟 比如说90年代出国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时候好像 比如说我这个条件的人 对吧 没有在海外受过教育的人 出来 除非你是家财王冠 否则的话 你基本上就一条路 继续打工嘛 对吧 无论是在餐馆 还是在哪个地方 基本上就 就这样了 但是现在出来 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社会太多元化了 发展迭代的太快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回到前面讲的 你要有学习能力 你要有快速的 跟上这个社会 发展变化的这个能力 去在当下的社会 洪流中 找到你的立足点 甚至是切入进来去 其实 讲了一点乱啊 但是比如说 赚钱那件事情吧 我觉得钱就像流动的水 就像一条河流一样 或者是说像河里的鱼 你站在岸边 你要用什么办法去钓这条鱼 甚至是你要用什么办法去编制一张网 洒到河里去 或者是 你知道吗 就是你这种技能 你的视野 你的 让自己从什么都没有 到有一个鱼竿 到有一个鱼网 的这种能力 很重要 现在跟90年代已经 完全不一样了 就现在出国的人 我觉得就是 你要有这种 这种思维模式 而不是说 我之前有一个 网友 他来美国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了哪一个州的 餐厅里面打工 做厨师 后来我跟他见面了 他就跟我说 他就做厨师的经历 很累啊 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我很奇怪 我就说 我没有跟他说 但是我又在想 为什么你要去 餐厅打工 就是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 为什么你选择 这么old的这种 路子去走 我不是 我不想让他觉得 也许他在看我的视频 我不想让他觉得 不舒服 但是我认为 他选择的路线有问题 巫师 乌兰巴托巫师 谢谢你 做我的 陌生人 熟悉的陌生人 希望有一天 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见面 下面一个 Mr.猫空 说乔丹的房子 也是因为 个人元素太过强烈 导致卖不出去 好像 这个是他看了 我那一集视频 我有提到过 好莱坞明星 史太龙卖的房子 大降价才卖的出去 因为个人元素 太强烈了 那这个话题呢 就牵涉到 我们的专业范围了 就是我最近 接受到一些卖家 我给到他们的建议是 对房子做这样那样的整理 以消除房子的 这种生活痕迹 和个人元素 有一些卖家接受了 最后效果很好 房子很快 以很好的价钱 卖的出去 有些卖家不接受 有些卖家就觉得说 我的房子很好 我就要等一个 跟我一样 喜欢这个类型的房子的人 OK 我理解 这些卖家的想法 但是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从经济 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说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就是很有可能 你要等很长长时间 都等不来一个好的买家 那你的房子最后 很有可能就是 将家销售 像乔丹的房子 就是个人元素 太过强烈 到现在都没有卖的出去 好多年了已经 大概 我忘了多少年了 我看过一篇报道 好像已经五六年了吧 换了无数的AG 没有人卖的出去 因为你不想要 买你的房子的人 觉得说我是在买别人的房子 你想要把你的房子 不只成为一个 所有人都很喜欢的房子 然后觉得说 我只要付钱 我住进来 这就是我的家的这种 这很难去解释了 但是视频里面也不啰嗦了 就是如果观众朋友们 有想要聘请我们 做房间的经济 相信我们的专业 我们每天都在跟买家 卖家打得到 我们太熟悉 这些人怎么想的了 我们一定能够把你的房子 最好的家里卖得出去 但是你要听我们的 你要相信我们的这些指导 而不能说 有些卖家就会很干预 我们的这些销售方案 我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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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对不配合吧 好像对吧 你的房子 我们也要尊敬你 配合吧 这明明不是最好的销售方案 OK 打住 B站的最后一条 我们选10条 精选10条 贵州茅台大股东 加字幕的好评 对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我没有人工去加字幕 因为做一个 每天日更Vlog博主来说 我加不了 这个工作量时间太长了 甚至我晚上都为了 日更Vlog 而尽量不出去活动 不管是应酬 还是家庭活动 我都跟他们讲 我们晚上早点回来 比如说看电影吧 如果你陪孩子看电影 看到10点了 回家 你再开始整理 导入编辑 哪怕你只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做完都已经11点半 靠近12点了 然后你还要上传 上传到这些平台 比如说B站这些 就还蛮花时间的 所以 我没有时间加字幕 所以B站跟头条 他们生成的那种自动字幕 我真的很喜欢 对 所以如果有 国内的观众 翻不了 强的就上我的B站 或者是头条 如果是国外的 YouTube还是最好的 虽然没有字幕 但是清晰度 我的互动等等 所以推荐 首选YouTube 那B站的这10条竞选评论 就这样了 啰嗦了半天 我们待会儿还是要先出去一下 约了一个新的骨科医生 拍我的盆 盆骨的 X光片 虽然我们南加州气候很好 很多人很气候的穿拖鞋出去 但是我个人是非常反对 穿拖鞋出到家以外的地方 我觉得很没有理 但是我这几天真的是穿鞋都痛 今天就真的破例一下 懒一下 穿一下拖鞋 现在去拍片子了 特斯拉真的还是很好用啊 特斯拉真的还是很好用啊 我因为平常比较少看病啊 美国的医疗体系被人诟病 之前我还觉得有点夸张嘛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 还还从晚上帮我预约了 约了之后说可以直接walk in 那walk in的时候就说 是让我们来walk in 看医生在不在 然后结果现在医生不在 说要一点半到四点钟之间或许会在 请我们一点半或四点钟之间再来 看医生在不在 这 这是什么系统 这还好是在我家旁边就几分钟录着 要是远了 我这一天就耽搁在这了 上完先回去吧 待会再回来 待会再打个电话问问看 医生在不在 医生在我们再来 医生不在 现在就不来了 明天再来 但明天又安排了好多事情 美国的这些 快递啊 什么医疗啊这些 可能真的是 跟国内相比 但这是两个维度吧 两个维度 国内是比较高效的 能够给到这个服务 但服务的质量就不好说了 美国呢我理解是说 给到的服务 这个过程会很慢 但是一旦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医生了 他基本上他的时间啊 他的专业啊 这些都还是蛮好的 哎呀我都是是慢性 但是即兴的 那天我们有一个网友 一起打篮球的 自己把自己摔倒之后 牙给磕的 去看急诊 他说他 从晚上九点钟 坐到急诊室里面 到夜里三点 才把这个事给办了 这还叫急诊 天呐 在继续讨论我们的评论之前 我们已经来了 我的Vlog常客了 我还做篮球视频了 对了 他说我前两天做的那个Vlog 把他的篮球视频降低了 要我帮他重新剪辑一个真正的highlight 就是各种运球各种变相 各种他认为很好看的动作的highlight 然后我要对丁的音乐 对新的音乐 OK 对 我帮他再剪一个新的版本吧 对 Let's go 这是为什么 Dillon会愿意帮我做很多事情的原因 因为他总是要我帮他拍很多视频 剪很多片子 刚开始剪 医生那边回电话说他们在了 要我们过去排队 要排40分钟才能给我拍片子 所以带着电脑过去边排队 边给Dillon剪片子 Dillon非要把他前面打烂球扭来扭去 那些动作放进去 说很好看 OK 我真的是 好吧 就随他吧 现在体会到 如果以后Lukas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是 I don't know 怎么对待他们 动作哪里不好看 我承认一个东西 我那个防守防得很差 这我可以承认 你不仅是防守差 你什么都很差 后面不对 前面防守 防守是很差 我们要看 是很差 拍完了 但是你知道吗 很神奇的是在我拍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好多了 是吗 很神奇 那你可以赶上周六篮球了 真的吗 对 刚才在拍片子的时候 有个客人临时约我 在WoodooBerry见面 他还没有做好准备买房 但他想先见面咨询 然后我就决定去见他了 所以这个客人将会成为我第一个 穿着拖鞋见的客人 你今天穿拖鞋 对 没关系吧 Let's go 见完客人 派Dylan同学陪客人先去转一下 我继续继续看医生 本来不想在Vlog里面 再多讨论我看医生的事情 但记录日常的话 真的没办法 这就是 这是我今天一天的行程 就奔波于各个诊所 医院之间 本来的主题还是跟大家聊评论的 回来继续聊评论吧 我知道你怎么样弄上的 怎么样弄上的呀 你一直弄上的 OK Dylan的视频做好了 我要看到半夜了 这 我好快啊 你要不要我跟你每一个 我的每一个配合 你要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想法吗 我那时候在想什么 不用了 不用了 我都记得了 我会跟你说 我看你打球 跟我看我儿子打球 没什么大趣 为什么呢 就是很幼稚 你看哦 我可以跟你看我每个的想法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了 OK 还有观众说 让我腿好了跟他打 1-1-1 1-1 我怎么跟他打 他的水平和level 特别是身体对抗 就跟我儿子一样 我怎么用力跟他打 没办法 如果我用力跟他打 就简直下我跟我儿子打球 一样 是一个笑话 大家还记得我讲过的穷文富武吗 随随便便给Lukas 就买了一根新棒子 买了一个球网 买了一包球 就接近500美金 我的天哪 这些小朋友玩起来这些东西真的费钱 烧钱的要命 但是这个这个吧 没有 没有不要 OK我没有说什么 如果Lukas你真的喜欢的话 我会支持你的 OK OK T A TSA 感谢观看